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笔白痴 他若不落在地里是呢 无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仍旧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压怀被拥挤 就可以解除许多次 请你想念那次前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主日平安 又为我们信仰分享片 今天又想跟大家去看一段 大家耳熟能长的经文 不过开始之前都是那句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观念 我们所学习的 暂时放在一边 等圣灵光照他的话 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 重新的视野去看 去明白神的话 这段的经文大家耳熟能长 不过正如我一直都说 很多时候我们将一段的经文 拆得很散 无论书信也好 或者四福音也好 尤其是比喻与比喻之间 我们就会拆散它来解释 我们没有将比喻与比喻之间的连贯性 去考虑 我们读一读经文 在马赫福音四章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船在海内 众人都靠近海 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 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 有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杀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卑料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技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京激女的 京激长起来 把他堵住了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好土旅的 就发生长大 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又说有以听的 就应当听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 和十二个门徒 问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傲備 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说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事看见 却不晓得 听事听见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卸面 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 杀种之人所杀的就是道 杀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 撒但立刻来 把杀在他心里的道奪了去 那杀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及至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迫白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杀在兵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 把道堵住了就不能结实 那杀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 有领受并且结实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耶稣有对他们说 人那灯来 喜事要放在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遣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意听的 就应当听 又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粮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粮气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凡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又说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杀在地上 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牙漸掌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 后掌位 再后位上结成饱满的子粒 谷记熟了 就用廉刀去割 因为修成的时候盗了 又说 神的国 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 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好象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里的时候 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少 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支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缩在他的任客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这段的经文 可以说大家耳熟能长 杀种的比喻 不过在当中有一些细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当我读的时候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尝试 读那段经文 将它带去主的面前 先不要打开参考书 因为你一打开参考书 十之八九都是讲同样的解释 也会把这些比喻拆到很散 一个一个比喻来解释 但是这里很有趣 比喻与比喻之间 是有一些经节 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了 甚至又将它单独去解释 但是整个连贯 我们很少会想到的 正如这里讲完这个杀种的比喻之后 无端端主就说 在四章二十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人拿灯来 喜事要放在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无端端插这两节 其实如果他不讲这几节 直接跳到二十六节 又说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 散在地上 其实是很畅顺的 因为上面说完杀种的比喻 然后再说 好像人杀种在地上 黑夜睡觉 八日起来 总就发芽 漸掌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其实很畅顺的 因为他同样在说种地 然后说完这个比喻 种地 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之后 就发芽 漸掌 然后再说芥菜种的比喻 其实是畅顺的 但是偏偏 主就说了中间这几次 然后才说 那个人如何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那种子是发芽 漸掌 然后又说是自然的 先发芽 后掌为 在后为上 结成饱满的子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他说很自然而已 在这里 我先要提一提 有一些人的解释 我的舞会也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 他说 后来的芥菜种 掌成得像一棵树 他说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缩在他的任下 这种飞鸟是什么呢 就像第一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 就是说 杀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鸟 然后主解释的是什么是飞鸟呢 就是十五节 撒但纳克来伯 杀在他心里的道夺鸟去 那就是说 美后的芥菜种 那个比喻 飞鸟缩在他那里 是撒但缩在这棵芥菜树上面 这样的解释可不可以知道 我又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不过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参考马太福音 就很有趣了 马太福音也是在说天国 天国有很多的比喻 但是他其实同样的东西 可以形容不同的东西 譬如是田 田地可以形容在人的心里面 同样是杀种 因为马太福音看13章 也有说杀种的比喻 但是马太福音的13章 虽然同样是田 但在不同的比喻里面 他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来到马太福音 同样的飞鸟 可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呢 如果我们将这个解释 即是飞鸟是代表着撒旦 即是在第1个比喻里面说 即是第15节那里面说 这样的话 先将它抽离 因为它是不同的比喻 再来到看整个脈絡 就可能得出另一个解释 如果在马太福音 你会发觉 他将这个杀种的比喻 和其他的比喻去解释 他说 也有个特别的 因为在那里 在每一个比喻里面 都有恶者和撒旦的宗迹 但是在这里就不同了 马可的记载 因为他除了在第1个比喻里面 有说到撒旦那些种 夺了之后 其他的比喻 是没有说到恶者 我们未必需要 将同样的飞鸟的解释 去摆在一起的 因为中间还有一个比喻 而那个比喻 是没有提到恶者 和马太福音是不同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尝试去看 这一章的经文 所说的 有一个共通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他就是在说 植物是如何自然的成长 他说是自然的 在28节里说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后掌位 再后为上结成饱满的子粒 谷既熟了 就用黏刀去割 他在说一个自然的生态 自然的过程 那就是在说什么的过程 是一个子粒 如何在不知不觉里面 来到成长 所以他为什么中间会加插了几节 就是其实你不知道的 不过你不知道之余 是不会不显露出来的 虽然种了下去 我们看不到 在地里面我们看不到 例如今天杀种的人 杀了去哪里 我们看不到 但有一天 每天都会表明出来 因为明明是这样杀 你绝对看不到 会有奖出来 因为已经担走了 在土浅石头那里 你看到奖出来 落在荆棘那里 你又会看到奖出来 所以虽然 最初杀的时候是隐藏的 但是总会显露出来 除了显露出来 他还说到 似乎是整个流程 是自然的 他说地生出五谷 是出于自然的 说过程 先发苗 后掌位 再后位上结上饱满的纸粒 不单止是这样 他还说过程 就是当他熟透的时候 就用黏刀去割 因为修成的时候到了 然后再说芥菜种的比喻 他说了整个种子的过程 由杀在地里面 然后再生出来 是你不知不觉的 不知不觉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总有一天会显露出来 他就会成长 成长饱满的纸粒之后 他再说过程 收割 然后再说芥菜种的比喻 那他在说什么呢 如果芥菜种的比喻 是放在这个之后 已经收割之后 我们再来去想 他在说种子 神的国是怎样呢 就好像杀种的人 这个种子 神的道 落在我们里面 这个似乎就是斟酌 这个共通点 有一个主角 就是种子是怎样 由杀的过程里面 慢慢去演变 继续去剪辨 这个呢 很多人就说 说到这些比喻 就说到神的国 神的国就是在说教会 但是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说 参考马太方十三章 原来他当说到天的国也好 神的国也好 他不一定是在说教会 我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不一定在教会里面的事情 反而是说在教会 他所面对的接触的 身处的 是范子整个包含着 神的国会接触到的 各种的情景 正如我刚才所说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尾 他说到地是什么 就是世界 在第一个杀种的比喻里面 地是什么 就好像人心 但是呢 当讲一下的时候 就说地就好像世界 有人杀种 又杀这个墨子 又杀了这个废子 是吧 那就先不要耗出来 之后呢 就慢慢等他掌成了之后 到有一天 收割的时候 才把墨子收在仓里面 其他就拿去火烧那里 说到天国或者神的国 不一定是说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好了 再看回马太福音这里 他说到神的国 神的国就好像什么 不一定是说教会 整体的教会 而是主角的质重点 是这个道 如何在我们的心里面 慢慢在不同的土壤里面掌成 而这个掌成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当我们不知不觉这样去 大家都会看见的 不会隐藏的 会显露出来的时候 到有一天 这些纸粒会爆门 饱满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是可以收割 如果按照看事录来说 去收割 就是说到有一天 煮回来 去收割 那你说 都收割完了 为什么会还有 说这个比喻 介菜种呢 当收割完之后 第三十节又说 神的国 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 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明明之前有整个流程 整个过程是一个顺序 一个自然的生态 然后收割了 再说这个介菜种 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参照林前 在林前第十五章 第三十六节 至到第三十八节 无知的人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生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粒 即如墨子 或是别样的谷 但神除自己的意思 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 各有自己的形体 接着第四十节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的形体 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的形体 的荣光也是一样 如果把这个 套用到马可福音的话 为什么收割完之后 再说介菜种呢 因为明明是介菜种最少 无论你说 有些解经家 就是读经的人 就会说 我比喻到 因为当时的中东 他们很多时候 犹太人 他们种的是有一种 特别的介菜 是不同我们 亚洲 我们平时吃开的那些介菜 它长起来 是整棵树那么大的 但是问题是 是 就算你说是那种种也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主要用这个 介菜的种来做比喻呢 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解释 只是说实际上是有一些 这样的介菜 种类 然后种了之后 就好像一棵树那么大 如果按照顺序的话 收割完之后 正如临前所说的 我们种的 是地上的形体 有一天生出来的 是另一个天上的形体 而这个天上的形体 是可以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甚至乎 像棵树那样 很强大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 有很多 卑尼和基础 在他那里 如果 神曾经用一个梦 用一个这样的比喻 去被尼布 加尼撒王的话 同样 这样的原则 放在这里 当天上的形体 有它的形体 而这个种子 在我们里面 今天种的 好像是很微小 然后它被成熟 很成熟 收割 但是 同样的 这个种子 也是今天种的 是地上的形体 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今天 就算你多表现到 主的样式 基督徒的榜样 仍然是今天有限 微小的肢体 但是有一天 到修割完之后 到有一天 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 是另一个 宿灵的形体 所以 我觉得 在这个 马可福音的时候 就是整个脈絡 在这里说 不要把它斩到断了 而是它有一个脈絡 在这里说 整个过程 这个种子 是如何在我们里面 去生发自然的成长 不过我们要留意 当中 它都有提我们的 我们凡有耳听的 就应当听 因为我们 怎样的领受 我们先不要去 套在其他人身上 我们听完 就放在其他人身上 正如四章二十四节 它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甚麽良气良给人 也必用甚麽良气良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当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是要留心 在我们的身上去发展 而不是在别人的身上 就是良给别人 当我们是这样去听 这样去守住这些道的时候 就像地上那样 放在好土上面 守住 就会结实八倍 有三十倍 六十倍 有八倍 今天我们的信仰分享到这里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不要太过兴奋 也不要太过把我们的观念 立刻摆出来 也不要把一大堆的参考书 摆出来 我们先尝试 把那段经文 带到主的面前 究竟主 你在当中有什麽话 向我说呢 求主也在当中 让他在我们里头 来生发智慧的心 明白他的话 究竟 段落与段落之间 不同的人 的对话之间 有什麽 主是让我们 好像戏戏地那样 究竟主 你在当中 要我们思考些什麽呢 那我们就会发觉 读圣经其实是很有趣的 很有味道的 不是一个枯燥的事 也不是纯粹探求知识 而是我们需要多一些 去到神的面前 直接从他那里得着他的话 我们有少讨告 主耶稣 求你得着我们的镜头前面 包括小子 你把这个度杀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知道今天镜头前面 包括小子 你的度究竟能不能够杀在一个好土上面 以至到它能够生长30倍 60倍 100倍 神下求你得着我们 好叫我们在不知不觉里面 只要保守我们自己是一个好土 保守我们的心在你面前 有一个唇一的心 不知不觉 这些种子 便会发芽生长成熟 以至到有一天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被收割 我们能够成熟的饱满子粒 去迎见你 我们这样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得着我们的镜头前面 包括小子 在我们如下的人生 我们能够尽力 尽心尽意 去爱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后 阿们 今天又跟大家去看一个 以熟临场的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都会尝试再重新 放在主的面前 再去看那段经文 给钱面丽 我们下一个信任分享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